与国际奥奥会、国际产奥会认真研究 决定对受奥人员要执行严格的闭环管理 这个闭环管理的政策应该说 是我们这次冬奥会的一个最突出的一个防疫的一个特点 这样能够保障冬奥会在疫情安全的前提下来举行 这种闭环管理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我们环内的人员是涉奥的各立相关方的人员 和我们中方的工作人员、志愿者 都执行同等的闭环的管理政策 它是和社会面严格去分开的 那么闭环管理也不会对运动员和其他参与者的这种活动 就是他们的自由活动有严格的这种限制 因为在闭环的这种大的区域里面 我们是可以通过专用的交通工具 在它的驻地、场馆、场馆和场馆之间 以及三个赛区之间 它是可以自由流动的 与此同时呢 在闭环内 比如说在运动员的奥运村 或者是在其他这个我们利益相关方 比如说媒体 在千叶酒店里面 我们也会提供一些很好的主宴 比如说特色的餐饮 特许商品的零售 咖啡厅以及健身房 还有一些休闲娱乐的设施 让大家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体验 我们相信的这些应对措施 是可以减轻疫情风险和影响 也希望所有的受奥人员 能够这个全力的配合 遵守来执行这样这些规定 对于刚才说到的处罚的一些措施 我想呢 我们将严格执行相关的处罚规定 包括一些细节 也就也正在跟国际奥会呢 进行沟通 不遵守这个防疫手册规定的 可能会面临着警告 临时或永久撤销注册资格 临时或永久取消参资资格 或者逐出比赛 取消相关资格和惩罚等 比较严重的后果